那喜欢刷汽车资讯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现在是每隔一两天 都有一个新车话题冒出来 在这种百花争艳的市场环境下 任何一款车想要出圈 或者说保持热度呢 都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从电动车这个圈子来看 从销量上来评判的话 那理想呢 无疑算是今年的大赢家 9到10月份的时候 问界新M7呢 也算是一匹黑马 那近期又有一款车 它的势头非常猛 也就是我今天要探店的阿维塔12 阿维塔12呢 是阿维塔推出的第二款车型 11月10日上市 官方指导价呢 是30.08万到40.08万 那官方的说法是 它在上市的72小时之内 它的大店的订单呢 就已经超过了1.1万台 那今天我来店里探店的时候 也几乎找不到整块的时间 去拍摄这款车 那现在呢 就有异象的客户来这里体验 这台车型 那这款车它真的有这么香吗 它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如果诚心要买的话 选哪款合适 最低得准备多少钱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哈 一探究竟 虽然是基于长安 华为 宁德时代 三强联手而生的品牌 但是我觉得阿维塔 真的太过于低调了 与这种低调反差极大的 就是它的产品 阿维塔11就不说了 那眼前的阿维塔12 你一进来看到它 真的会觉得 哇塞 这个造型太嚣张了 阿维塔12呢 并没有采用很多犀利夸张的线条 但是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非常的饱满性感 可谓是张力十足 如果仔细打量它的一些细节呢 还会发现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后视镜 它用的是电子外后视镜 那再来到尾部 主动升降的翼在这里 然后打开它的先背尾门 这种角度看过去 它简直是太帅了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后车窗 那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阿维塔12的车内 虽然现在的各种大坪 已经犯了 但是不得不说 当你坐进12的座舱的时候 眼前这一流大坪在面前 我还是会很佩服阿维塔 把大坪玩出了新花样 能够让人耳目一新 没有后车窗 那后面的路况呢 就靠这块留媒体后视镜了 那这个座舱呢 官方的说法呢 是基于华为的鸿蒙座舱 如果说我们拥有一个华为账号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实现车机 甚至是家电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联动和投屏 它都非常的方便 那这些功能呢 我们之前已经演示过很多次了 在这里呢 我就不详细的再说了 总之一句话哈 里里外外呢 它都把科技感给拉满了 那除了这些炫酷的东西之外呢 包括它的做工以及座椅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 你都会发现它的质感是非常耐品的 那同级价位 我们对比BBA车型来看 国产车强的不止一点半点 起步价30万的车 真的有这么多人强吗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亮点之外 它最大的特色呢 其实是智能 我们看它的配置表会发现 它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功能啊 它都做到了人有我有 那在智能科技这一块呢 它更是卷到了极致 这里画一个重点 三颗隐藏式的激光雷达 它是全系标配 另外还有11个摄像头 12个超声波雷达 3个毫米波雷达 30万的电动车 起步就有三个激光雷达 艾薇塔12是独一份 那卷硬件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堆料和炫技 它是为了在智能驾驶方面 有更大的优势空间的一个基础 那现在大家在各种新车配置表里面看到的主动安全方面的一些功能 以及辅助驾驶方面的功能 艾薇塔12只会多不会少 聊到这里呢 必须有一点要说清楚 像高速辅助驾驶这样的功能 艾薇塔12是买了就有 而不像某些车哈 它是包含在所谓的制驾包里面 需要额外付费才能够体验的 对于智能辅助驾驶的实用性呢 我知道现在是存在很多争议的 我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体验过阿薇塔11的城区制驾 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呢 今年也接触到了不少车型 在全国各地都体验过他们的制驾系统 老实来说呢 这里我不想跟着余大嘴去说 华为的制驾系统有多么的遥遥领先 但是从我们这一圈的试驾体验比对来看呢 华为的制驾确实要显得更加成熟一些 尤其是应对更加复杂的城区这个场景 那华为的软件迭代效率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它在城区制驾的这种落地普及的效率上 它确实也是走在前面的 如果说你对制驾感兴趣 或者说是存有一些疑虑的话呢 我建议你是到店里面找一台车来试一下 这个还真得你自己上了车体验了才算数 当然如果说你不care制驾的这一套功能的话 那你对照这个价格来想想 阿薇塔12这样的一个价格 它也并没有在费用上多去收取你的激光雷达的费用 也没有强制的让你去订购这个所谓的制驾包 额外花钱是吗 那就像前期之前买了阿薇塔11的用户 我知道刚开始很多人是冲着它的颜值 冲着它的高级感和性能去的 结果发现它的制驾系统很好用 这就是额外的惊喜 那三个配置的阿薇塔12应该怎么选呢 这里我们必须要为它简洁直白的命名点赞 基本上我们能够通过它的命名 就能够知道三个款型之间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那作为一款纯电车型呢 续航呢也是它的命脉 阿薇塔12的最低续航里程啊 是650公里 并且呢都支持高压快充 呃刚才已经讲到 它的三个激光雷达呢 是全系标配的 并且L2的辅助驾驶功能呢 也都是有的 呃其他的配置呢 几乎差别也不是很大 那么30.08万的呃 起步的这个版本呢 它的续航呢是700公里 它是后驱车 而增加4万块钱到了34.08万这款车呢 它的续航是650公里 它是四驱 那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它加了电信门 后排隐私玻璃 还有扬声器的数量呢 也更多 那顶配的40.08万哈 它也是四驱 但是作为机梯版呢 它的外观会不同 因为增加了这个运动套件 那在性能版的基础之下呢 机梯版呢增加了空悬 悬架呢支持软硬高低调节 还多出了自动开盒门 光感天幕和hello屏 那这里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光感天幕哈 它能够根据温度光线 气候的不同 来调整它的这个透光性 科技含量满满 而且实用性一强 经过这么一番了解 从功能性来讲的话 选择12的入门版 其实已经完全足够了 对动力和操控 有更高要求的朋友呢 建议直接看四驱版 如果你想多一些个性化 和高级感舒适性的话 AVTA12呢 也有一些升级的选项 包括轮毂啊 座椅啊 车漆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台展车 它是一个紫色的车漆 那这个呢 是需要额外加6000块钱的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内饰哈 木紫烟白的这种内饰的风格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 我刚才特意确认过了 这个内饰呢 是不需要额外加钱的 另外像电子外后视镜呢 这个呢 也是选配的 AVTA12把配置拉满 把起步价格拉到30万 即便如此 还有很多网友在网上问 它有没有优惠 那这个地方其实说的就是 它的上市权益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列出了三个一万 那相当于是通过膨胀金 可以优惠一万块钱 并且它还送一万块钱的 选装基金 并且还送这个零重力座椅 那整个的看上去呢 它就是有三万块钱的一个权益债 如此一算 它的起售价其实是二十几万了 从前段时间 AVTA晒出的这个订单海报来看 据AVTA厂家分享的这个数据呢 在目前大定的客户当中 有一半都是90后的群体 真的没有想到 梁朝伟代言的车型 能够这么受90后欢迎 其实这个消费群体 还真不能够用年龄去界定 我知道这款车呢 也勾起了不少中年大哥的兴趣 从感性的层面来讲 它的外观是个性十足 非常拉风 高级感呢 也是非常的到位 从理性的层面来讲 花三十万买这样一台电动车 能够让你瞬间就飙到 汽车圈的科技前沿 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和优越感 可不是BBA能够给到你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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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